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5日 星期三 市先微升 后度跌 其实这个情况 过去星期以来都不断出现 问题是什么 指数行指 这一分钟已经跌穿所有平均移动线 而且有点跌了感觉 相对今个月的高位 13日的24385点 好像很远 你反为距离今个月6日的低位 233814点是比较近 简单说 整个市场是属于一个肉吃底的形态和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也不要抱太大的憧憬 事实上12月份 本来每逢15日至20日之后 都是比较淡静 因为是圣诞和年假 今年更加不用说 不明的因素比较多 包括新冠状病毒的出现 还有内房的债务问题 越来越滚 越滚就越热 似乎市场利慢着一股 比较保守的情绪 我总是觉得 大市的反复 可能仍然会进入下市低位 如果今个月的低位 23314点失手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就要退守到全年低位 首1月30日 23175点 现在最好当然是保留实力在手 继续观望 不要多手 好了